一晚 两人寝方 薛芳飞一直侧身看着睡在自己身旁的人 萧衡早已经因为要无作用沉沉睡过去了 只是她却迟迟未能入睡 她不敢闭眼 也不敢入睡 害怕一觉醒来 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她的梦境 她就这样一直睁眼看着她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就这么迷迷糊糊睡着了 萧衡 薛芳飞从睡梦中惊醒 一股莫名的恐慌 让她忍不住喊出了她的名字 只是这次 回应她不仅仅只有安静的空气了 身旁有人缓缓将她拥入怀中 轻唤她的名字 阿里 我在 薛芳飞抬眼便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容 她剧烈跳动的心裁好像开始慢慢回笼 是她 她还在 萧衡看着她惊慌的神色 就知道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了 萧衡握住阿里的手 郑重承诺 阿里 别担心 以后你在哪 我就在哪 薛芳飞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她的恐慌 她的害怕 她从不敢在她面前表现出来 没有人不知道那段时间 她一边笃定地相信着萧衡会遵守沉默活着回来 一边去又害怕那个未知 萧衡见她哭了 忙伸手去帮她擦眼泪 明明自己的眼眶也红了 但是却还是强忍着笑着哄她 别哭了 再哭就真成小花猫了 薛芳飞本来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却也被萧衡这话逗笑了 瞪了她一眼 萧衡帮她的眼泪擦干 以后 不准再流泪了 为谁都不可以 在我身边 你只要开心地笑就可以了 薛芳飞 好 她回来了 她的人生就圆满了 萧衡在府中养病 薛芳飞陪在她身边 外面怎么样 他们不问也不管 直到萧衡休养得差不多了 才被薛芳飞准许起床走动 这个时候 薛芳飞才开始向外面发出信息 萧衡好的差不多了 你们可以来看了 当然 这也仅仅局限于他们的亲人 第一个上门的自然是祖父 祖孙俩虽然和解了 但是多年来的争锋香 对两人好像都习惯了 萧大川见到孙子的第一句话就是 萧国公真是厉害呀 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回来了 就是可惜了我酿的那些好酒 你是无福享受了 萧衡 我国公府的大门什么时候 让无关紧要的人随便出入了 萧大川 你这小子可不要搞错了 什么叫无关紧要的人 你可不要忘了 没我 哪里有你这小子 萧衡 我可不是自己愿意当你孙子的 萧衡是句句不让 萧大川一个武将 哪里说得过狡猾鬼诈的萧衡 不过几句话就被他说得哑口无声 气得自己坐到一边的椅子上去了 这个时候 薛芳飞自然要出来打人场了 瞪了萧衡一言 已是警告 萧衡不情不愿地转过脸去不看他们 薛芳飞安抚了好一回 老爷子也总算是消了气 海棠又过来说萧衡的呀好了 他又去看药了 房间里就剩下爷孙两个人 无言相对 萧大川起身朝外面走去 却在他门出去的前一刻停了下来 丢下一句话 你活着回来 我很高兴 说完就大跨步朝外面走去 有点落荒而逃的意思 萧衡在后面看着他背影 笑着大声道 我知道 祖父 萧大川回头看了他一眼 大手一挥 好像一点不在意的模样 但是脚步好像更快了一点 像是怕被人发现什么一样 薛芳飞担着要出来 数落萧衡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怎么就不知道让这点祖父 萧衡将他递过来的要一饮而尽 眉头皱成一团 撒娇道 阿里 哦 薛芳飞拿起一旁的蜜剑塞到他嘴中 他缓了会 猜到 我们俩都习惯了 这样我们俩都自在 萧衡回来好几天 薛芳飞才有心思问起他假死的这件事情 萧衡不自在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薛芳飞其实心里也大概知道是谁搞的鬼 说到底 还是萧衡的桃花债 萧衡讨好的牵起阿里的手 我已经狠狠训斥过九月了 薛芳飞看了眼他 叹了口气 算了 我们还得谢谢他 毕竟是他救的你 萧衡回来这一路 九月不放心 也是一路陪着回来的 不过自知心虚 将人送到 他立马就回大招了 萧衡听了 却冷哼一声 阿里不解地看向他 独属于萧衡的那股子邪魅劲又冒出来 阿里一看 就知道他又起了什么坏心思 萧衡冷冷地说 九月就算了 有一个人可要好好算算账了 薛芳飞想了想 就明白了萧衡的意思 毕竟要完成这件事情 也不只是靠九月一个人就可以的 巧的是 没过两天 那人就自动上门了 是从近来禀告的时候 薛芳飞刚刚哄萧衡喝完药 这段时日 她是越发焦气了 到现在喝药都要阿里哄了 明明刚刚还是一脸的柔情蜜意 一听到这人来了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她牵起阿里的手 凑 我们去会会她 阿里 这样不好吧 你们应该要谈些重要的事情吧 萧衡却没有放手 把她直接带到书房 那人已经到了 萧衡毫不犹豫推门而入 那人回过身 原本想开口说些什么 但是一看到她牵着的薛芳飞 又停住了嘴 萧衡窥然不动 薛芳飞看了看这两人 她不同于萧衡 还是自觉地弯身行礼 却被萧衡强行拽住了 薛芳飞正脱不堪 她无奈地看向自家相公 还是那人开口解围 罢了 以后只有我们三人的时候 你也就不必行礼了 薛芳飞这才站直身体 身旁的萧衡就开口说话了 陛下怎么有空到陈家宅来 来人正是皇帝陛下 听着萧衡冷冰冰的语气 他也没有脑 毕竟是他心虚 阿里看着这两人 识趣地说要给两人奉茶退下了 虽然确实没有什么事他不能听的 但是他也知道这多少关乎皇帝的面子 所以萧衡也没有阻止 书房只剩下他们两人 皇帝开口关心道 你的伤好多了吧 萧衡斜眼看了他一眼 这你应该最清楚不过了吧 皇帝还在装傻 我知道什么 别装了 我假死的消息不是你默许的吗 我们俩这么多年 别跟我说你是因为九月的要求 皇帝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我不是正好趁此机会宿正朝堂 萧衡假死可是有大大的好处 城隆暗地里的那些势力看萧衡已死 都一个个趁机冒头 当然都被皇帝一个个收拾了 只是萧衡这边可就不好交代了 这不皇帝自己不就屁颠屁颠来了 有点负经请罪那个意思 毕竟薛芳飞对萧衡的重要性 他当初公辩的时候已经亲眼目睹了 他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 所以他一直派人暗地里盯着薛芳飞 生怕他做出什么无法弥补的事情 那萧衡恐怕是真的不会放过他了 萧衡看了皇帝一眼 才淡然道 那现在怎么样了 皇帝沉默片刻 才道 萧衡 以后我们可以尽情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了 如今他是真正的皇帝了 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以威胁到他的东西了 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 治理自己的国家 完成自己的报复 萧衡走到皇帝身边 认真地看向他的眼睛 出生 陛下 以后就看你的了 皇帝点了点头 他们相伴多年 他们各自儿时许下的承诺也都实现了 萧衡洒脱转身 打开门 语气又重新回到了之前吊儿郎当的模样 那陛下 我就不送了 皇帝一脸恶然 不满道 萧衡 你知道朕出一趟皇宫都不容易吗 萧衡却一脸虚弱地扶住门框 萧弱道 可是 沉重伤在身 不能招待陛下了 皇帝看着他装模作样的模样 满脸欲气 但是又拿他没办法 只好气呼呼地向外面走去 身后却又传来到他中气十足的声音 陛下 臣还要养伤 就告个半年的假吧 你 皇帝气急出声 但是却又什么都没说出来 拂袖而去 身旁伺候的工人都心惊肉跳 生怕皇帝暴怒 自己遭罪 谁料出了诉国公府 皇帝却突地笑了出来 工人一脸不解 只模糊听到皇帝说 果然是萧衡 被强制躺在床上大半个月 萧衡总算是被允许自由活动了 就是这段时间国公府的人也算是看清楚了 以后这国公府真正当家做主的人是谁了 反正他们看得明明白白的 对付难搞的诉国公 只需要国公夫人一个眼神就足够了 从受伤开始 萧衡除了躺着还是躺着 这次回来 阿黎更是连一点大动作都不让他做 要不是太医说 多走动走动对伤口恢复有意 不计他连床都不让他起 趁着薛芳妃去给他煎药的功夫 悄悄令人将他的剑拿来 他要舒展一下 这段日子可是憋死他了 拿上剑 伍的那叫一个虎虎声威 阴伟撒气 萧衡 一个冰冷的声音传来 萧衡的动作戛然而止 他是背对着薛芳妃的 但是听这个语气就知道他生气了 萧衡善善收回剑 将他扔到侍从手中 转身走到薛芳妃身旁 一只手偷偷从宽大的衣袖中 轻拉他的手 却被薛芳妃无情打落 他也不理他 直接拉开他的衣巾 里面阴伤口地裂开 纱布上已经浸出了一点点血丝 薛芳妃狠狠瞪了他一眼 却什么话都不说 转头就走 萧衡盲追上去 就只剩下是从门面面相去 宿国公一路小跑跟着娘子 还是结结实实吃了戈壁门羹 阿里 对不起 我下次一定不会了 不必了 宿国公想来自有主张 自是不必管旁人的 薛芳妃的声音冷若冰霜 萧衡知道自己犯了他的逆临 他这些日子精心照料 好不容易伤口都结痂了 他这一弄 他能不生气吗 萧衡自知理亏 堂堂宿国公在房门外小 也哄了许久 人家就是窥然不动 最后也就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海棠见萧衡走了 忙进去劝薛芳妃 夫人 主君走了 言下之意是让薛芳妃见好就收 可不能真的伤了夫妻感情 薛芳妃却十分镇定 吹着手中的热茶 十分淡定道 放心吧 果不其然 不过片刻 宿国公就拉着薛怀远来了 薛怀远腿脚不变 萧衡简直是半撑着他来的 薛怀远本来看书看得好好的 萧衡突然就来了 就说自己惹阿黎生气了 让他帮忙劝劝 只是自己事情还没问清楚 就被萧衡火急火了地催着来了 薛怀远刚站定 就听到萧衡恭敬地 对着他行为一个礼道道 父亲 麻烦您了 薛怀远无奈地摇了摇头 第一次在女儿房门前哄人出门 阿黎 是父亲 薛芳非听到声音 嘴中的茶都差点喷出来了 他都被气笑了 心中暗骂萧衡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忙起身 其他人也就罢了 他爹爹他还是没有办法拒之门外的 打开门 先狠狠瞪了萧衡一眼 薛怀远将女儿女婿的小动作都收入眼底 心中也就差不多明白没什么事情了 他这个老家伙 还是不要在这碍眼了 连跟女儿解释的话都没有说 又是诗然回去了 薛怀远走后 萧衡从他又要关上的门缝里挤了进去 当然这条缝是不是故意留的 相信这两人都清楚 薛芳非也没多话 一把直接把萧衡的衣服扒开 动作看似鲁莽 但是手上的动作却非常的小心 看着那好不容易结痂的伤口 有一点点鲜红露出 眼圈心疼得红了 萧衡也算是刀山火海里走过的人 这点小事对他来说也不算是什么 但是看着他的阿黎这般模样 他心里确实是后悔了 萧衡将自己的衣衫微微眼上 故意轻扶道 阿黎 虽然我们是夫妻了 但是这青天白日的 白日轩影好像也不太好吧 薛芳非知道萧衡从来是什么都敢说的 但是这话也着实有些露骨了 一时休脑 一时没在意狠狠暗在他的伤口上 萧衡忍不住痛呼一声 薛芳非吓得赶紧拿开手 只是这一打岔 薛芳非之前低落的情绪 瞬间也消散了不少 瞪了他一眼吐槽道 让你乱说话 薛芳的灵 感谢观看